当年逃离香港移民英国的人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 他曾经是香港的食品监察员 如今只能在英国坐公交车司机 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 因为5点25分就要去到总部打卡上班 然后出车 眼前的阿门在2020年底得知推出BNO签证计划后 就和母亲义无反顾地来到英国 定居在了雷丁 当初刚来到英国的时候 还处于疫情状态 再加上是一个外来人口 想要找到一份食品行业的白领工作可以说难过登天 于是他不得不选择做一名蓝领工人应聘公交车司机 主要负责雷丁到伦敦的路线 来到公司的司机第一步就要领取值班证以及一张回程火车票 然后再去墙上看一看巴士路线有没有需要改到的需求 把文书上的事情解决完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检查公交车 之所以选择雷丁定居 主要还是他大学本科和硕士都在雷丁大学修读 主修食品科学 原本是在大厂里面做管理 虽然拿一个天一个地来形容现在和以前的工作有点夸张 但不可否认来到英国后会辛苦很多 来到停车场后 阿门首先就是把车灯全部打开 然后下车环视一周看看灯正不正常 而且还需要用电筒仔细地扫一遍包括车身有没有刮花 反正就是整车要全部检查一遍 比如轮胎挡风玻璃与刮器等等 然后再来到车身内部检查各个功能能否正常使用 由于这是一趟长途线路 所以车上的充电插座也要检查 并且每个座位阿门都要拿手摸一摸看看有没有尖锐的东西在上面 不然乘客坐上去发生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把巴士公司告到破产 做了八年食品管理的阿门原本也像很多来英国的香港人一样很是狼狈 所幸就是当时运输业缺人 所以公司在他没有驾照的时候就把他招进来 然后通过内部培训和渠道才考到了巴士执照 不然你一个外来人想要自己考不能说考不上 只能说过程会遇到很多刁难和麻烦 检查完成后阿门就会坐上驾驶位 隔壁就是一台售票机并且兼备一个内部通讯功能 就这样通过一套繁琐的流程后就可以正式出发 之所以选择做公交车司机 主要还是当时在香港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士迷 家里还专门装了一台巴士模拟器 就连方向盘都是一比一复刻真实的巴士 所以说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不算很惨 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能跟自己的工作相结合 但就是不知道这个兴趣会不会随着工作时间的拉长而减少 因为大家都知道兴趣之所以是兴趣 除了是喜欢还有一点就是没有KPI 能让你随意发挥不用动忙 一旦跟工作结合 每天都干同样的事情 时间一久就会很枯燥 最后能让你坚持下去的就是老板给的钱到不到位 虽然阿门现在很喜欢这份工作 但对于曾经投入八年的食品管理还是觉得可惜的 这就相当于这八年白过了 倒不如当初一开始毕业直接在这里做司机算了 就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时不时都会回来雷丁大学缅怀一下过去 来弥补这当中的心理落差感 当时的阿门就是在这栋白色建筑里面学习 里面有很多食品实验室以及食品工厂的设备 他表示罐头奶粉什么的都会做 只要有材料就行 职业的突然转变让阿门不得不时刻安慰自己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但他的母亲就不这么想了 虽然表面上支持他 但心里就非常难受 读这么多书到头来还是干蓝领工作 就好像现在硕士生出来跑外卖一样 会被人瞧不起 而且坐公交车司机还有一个隐患就是交通事故 在他公司过往发生过的事故中 可以说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死亡率极高 这也是父母所担心的一点 就这样阿门每天都会通过这条路前往伦敦 虽然英国人少 但发达城市依然很塞车 到达伦敦后 阿门只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下车呼吸新鲜空气 当然了新鲜空气新不新鲜不知道 但此时的他必须要去上个厕所 虽然看上去阿门坐蓝领不算是很好的结局 但其实对于移民来英国的香港人来说 这可能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 因为能找到工作的香港人少之又少 因为随着这里的香港人越来越多 英国早已对BNO签注实施了管制 很多公司都开始不承认BNO 本集中的地方 我听不吝 这个地方